先查詢今天的日出是幾點 那下國道3呢 進入這個村莊 大概要開18分鐘左右 這邊是不建議開太快 因為有些地方的水溝是沒有蓋子 但是呢這邊的村莊 它都有路燈 所以慢慢開還算是蠻安全的 看到很多車子就知道是到了 這邊幾乎每天都會有人 那今天大家都知道會出景 因為呢昨天下大雨 那今天放晴那機率很大 導航也可以直接就是導二寮觀日亭 那二寮觀日亭這邊呢 如果說你是拍照也可以在上面拍 也可以在下面周遭拍 因為它的角度呢 非常的寬廣 非常的大 那你走上去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各個年齡層都有 今天的二寮觀日亭 只有觀光客沒有攝影愛好 因為這邊的欄杆外面呢 它有一些樹擋到了 所以今天的攝影愛好都在下面那邊 所以這邊呢 全部都是觀光客 那上面這邊還有涼亭可以休息 目前看到的就是日出前的景象 就看到有亮亮的 那也有金橘色的 那大家都在等待日出 因為已經出雲海 大家已經看到了 那等一下日出的感動 大家也可以體會一下 那這邊的話 它是台南這邊 它最接近城市的曙光 它不需要翻山越嶺 就可以到達到這邊的 那這邊是低海拔的雲海 所以呢 它的出景率並不是說很高 具有新人士的統計喔 大概就是100天裡面 只有26天 會出你看到的這樣的雲海 那這個雲海 每天看起來也不一樣喔 我來很多次 真的每次看起來都不一樣 像今天的雲海 它就是有一點偏白色 現在面對東方 太陽從中央山脈升起來 陽光呢 打在雲海的上面 好像是一幅潑墨的山水畫 非常的漂亮 這個地方為什麼吸引我常常來 因為它出景的感覺 會讓我覺得太震撼了 整個寬廣的180度 非常的讓人喜歡 然後再 jako 打在雲海 接下來就是到這邊 這邊是比較適合大眾來看的 因為它這邊有超大型的觀景台 在這邊 它這邊是彩色的 好漂亮的觀光廁所 這邊停車場 很好停 剛剛那邊是要停路邊 沒有停車殼 這裡是有停車殼 那我們走上去那個觀景台 走吧 超大型的 觀日出的觀景台 這邊如果圓旦的時候很多人 走上個小布街就到了 上面走吧 走上來之後 這邊現在六點半 日出之後 霍木山水化 不會即刻的消失 你看太陽升起來了 下面還是有非常多美麗的雲海 可以做欣賞 所以其實也可以 兩邊觀日頂都來看看 草地 而且那邊有腳踏車道 可以直接這樣上來 所以這邊是一個很棒的廣場 要注意防曬就可以了 從觀景台上面看下面 腳踏車道就是這樣子 這個大片的草地 人可以上來 腳踏車也可以騎上來看 心裡有一些事情的時候 建議你出來看個日出 當太陽升起的那一刻 你會覺得所有的難題 你都可以解決 在那裡